現在我們要介紹在創用CC圖庫裡面 如何使用它的圖片 然後在線上做一些編輯 首先你要找到你所想要的圖片 那點進去之後呢 如果你要針對它做編輯 如果要針對它做編輯 我們這邊右下角 圖片的右下角有一個Editor 請你點選Editor 點選Editor之後 會進入它做編輯圖片的介面 那在這個編輯圖片的介面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圖片 它的圖片 其實是一個群組的方式 把它群組起來的 所以當你點選這個圖片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個框框 表示它是一個物件 一個東西 那如果你想做個別的編輯 請你在左邊這邊 這個是取消群組 就是把它分解 那如果你在看的時候 這些英文有些障礙 你可以讓Google幫你做網頁的翻譯 但是翻譯不一定翻譯的好 我們讓它翻譯 那這個就會變成取消組合 所以還是看得懂 請你點一下 取消組合之後 你會發現很多的框框 那表示這隻青蛙是有很多的物件 所組合而成 那我們滑鼠先在旁邊點一下 就可以針對每一個物件 每一個物件 把它做 做處理 每一個物件做處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這隻青蛙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部位 所組成的 所組成的 那其實這是向量圖片 繪圖的方法 那如果我們要做修改 做修改就要選到那個 單獨選到那個物件 比如說這個手掌 然後呢 你這邊 如果你要換顏色的話 在這裡 下面有個調色盤 你可以直接把顏色 點一下 它就會直接切換 那 那如果要改變大小 就直接拉這個框框 那如果要旋轉 直接用綠色的 這個圓圈 拉著就可以轉動 這是簡單修改圖片的方法 那如果你改好的東西 要存檔 請你在這個地方 右上角這個地方 按 它翻譯的不好 應該是Save 所以我顯示一下原文 它是Save存檔 所以請你點一下存檔 然後到電腦 存到電腦 那這是檔案名稱 然後呢 記得格式 請你選 PNG或JPEG 這兩種 這Squatch才可以使用 然後按Save 存檔 那存檔之後呢 它會存到這個地方 如果你用克隆的話 請你去打開 在資料夾顯示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存好的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存好的圖片 就可以在Squatch裡面 拿出來使用 按一下 我們可以按一下 感谢观看